这是Sony Workman WM-EX85 它是80的一个升级款 它取消了80的一个同名窗 其实它的各项功能跟85,80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80,这是85 它把同名窗取掉了 它这个位置做的是一个类膚纸的 时间长了就粘手了,你可以把它擦掉 然后其他位置 我们来对比一下 音量 这个指示模式指示灯 EFDB 耳机插口 线控插口 上面按钮是一模一样的 前进播放 后退停止 锁定键开仓键 再看后边 后边我们可以看出有不一样的吗 杜比开关 磁带选择器 普通磁带 金属磁带 落袋 找一个循环模式 一曲一曲 前 A B面 自动播放一次停止 无线循环 侧面我们已经看了一样 电视上一样了 剩下就是 名牌 磁带播放器 1.5V的电池 一节 杜比 杜比的说明 日本制造 我们看内部 内部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还是老式的漆芯吧 跟701 702那些机芯是 一模一样的 侧面 排插是带锁定的 需要拨动它才能可以开锁解锁 看磁头部分 压带轮 压带轮是 7乘5.4乘1.2 跟80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算是一个 换壳机 然后我们现在 把它来放下皮带 这个机器也会存在 电基础问题 这是非常麻烦的 我们把 电池 先把开仓键的螺丝取下 这个螺丝是 非常紧 好 我们再把 脚链 螺丝取下 下面两个 然后背后是三颗 大螺丝 然后背后是三颗大螺丝 取到这个位置往前推 这有个 钩子 我一定不要弄坏的 打开以后 我们要 把这个皮带 都要取掉 它是不存在 电容问题的 所以说 不需要换电容 它的皮带 我感觉还是比较好取的 还是比较好取的 而且这款机器也很少出现不翻带的情况 它这已经彻底的粘在一堆了 这个不好换 暂时清理一下 然后我们用 棉圈 来把这个位置彻底清理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把这个香蕉垫粘上去 具体这个香蕉块的作用是什么 不清楚 但是索尼的这款机器 这个位置都有一个 有可能是 防止电机共振 好 感觉还可以 清理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 其他位置 我们要 刷一下 像非常顽团的 像非常顽固的 我们用牙签 尖锐物体 都可以 像这种 像这种 非常好清理的 牙签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如果像 非常 干的那种 就需要用 尖锐物体了 就比如说 镊子 或者是刀片 刀片中心 好 然后我们再用刷子 沾上我们的酒精或者西班水 来彻底清洁 来彻底清洁一下 好 我们来接着刷底下一个 好 詞曲 李宗盛 我们来解决一下电机上的 还是老样子 把电池盒装上 让电机飞快的转起来 我们先把皮带槽中心的清理干净 中心是很多 好 中心的清理完了 我们清理皮带槽其他的位置 我们可以让电机再转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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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对着光来看一下 如果清理干净了 好 清理干净了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香蕉块钻上去 好 好 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磁带的位置 看转不起来 是我们皮带没放到槽里 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皮带 我们看翻带 我们看翻带 没问题 先放一个调整一下 先放一个调速的 把耳机接上 然后把手机的软件打开 放进来 有一些麦 我们来调整一下 一样 一样还是这个孔 我们把测试磁带翻一下 我这个测试磁带是有问题的 我带机有问题 而且选的是60分钟长带 错误的 翻过来以后我这个带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再快一点点 好 这回没问题了 现在我们可以上音乐带 音量有杂音 我们放一些无水语醇 清洗一下 好 现在我们把它来装起来 把电视盒去掉 然后把磁带取出 把耳机这儿 取掉 然后我们把 舱 后盖按上 锁定键 键定键 然后是 这几个旋钮 要放对位置 然后reaxdbb 这个键不对 这回 这回对了 然后我们把 舱门铰链 也放对位置 然后 上螺丝 放对位置 这个键定键 很光碎 还是 不小心 它就得到 就得到 这个键定键 和上 所以 螺丝没有伤紧的感觉 后盖三颗螺丝 螺丝没有伤紧的感觉 不要說 What's next 讓我把握 What's next 不要說 What's next 讓我把握 如果現在 多想說 未來 希望更多 What's next 讓我把握 What's next 讓我把握 What's next 讓我把握 如果現在 多想說 未來 希望更多 What's next 讓我把握